回到剛才的話題 對於外國牌子的罷買 或者是反對支持這些東西 其實這些折騰應該要停止 因為背後整個圖片很大 就不是關於什麼品牌的事 或者是你買還是不買 因為這是整個美國的戰略 在3月26日 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 在他發佈講話之前 就播了一段視頻 這個視頻是一位美國的推譯上教 這個叫做 那位推譯上教叫做 威爾克森 但名字也不重要 因為他以前是做過 前國務卿鮑威爾的幕僚長 爆威爾至 大家都應該有印象 2003年的時候 他在出席聯合國 拿出一瓶不明的粉末 就是說 伊拉克本有大殺傷力的武器 於是 他以此為藉口 聯合所有的軍隊 去打伊拉克 這一位 幕僚長 他這段視頻 被外交部撤出 他說什麼呢 他就大談當年為何要打阿富汗 打完阿富汗才去伊拉克 因為阿富汗很近 巴基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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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有核武相當不穩定 另外 戰略地方 講到新疆 新疆的地方對中國很重要 當然 連帶整個 美國的戰略思維 就說 你要控制這個地區 你要令中國 憑出手 出來 對抗衡美國 我覺得他這段視頻說得很白 很清晰 就是一個演講 他說為什麼要搞阿富汗呢 因為那裡有2500萬的維吾爾人 如果CIA 中情局滲透了進去的話 就挑動他們的暴亂 25000人 2500萬人 雖然不是多 但是 如果在這個 因為 新疆是佔中國土地六分之一 如果當地有什麼動亂 有任何情況 甚至是搞疆獨的話 就會牽制到北京的力量 最重要的是 無需要外力 即是美國不需要出兵 只要我派少許人 就可以搞到你這個 新疆一和抱 之餘 有牽制到整個東亞 即是這個中亞的戰略 地緣整治 等等他放這段視頻出來 香港公開講出來 就是華雙元說 新疆綿的事件不需要說 新疆人權亦也不需要再說 你看完這段視頻也知道 我們知道背後是一個博弈 現在雖然我們不是去到 五四運動 或者日本侵犯的時候 我們要叫什麼 霸買日課 我們要燒日課 我們不是去到這個 聯合問題 就知道實際上 美國是對中國 一點都不放過 我們矛頭在哪裡 其實應該要集中去支持這個國家 我們要提高這個國家安全意識 就不要在這裡折騰 說一些買還是不買 因為跟著一些 不太喜歡你的人 就在找你來嘲笑 我們不要給他帶來這個節奏 其實我們要看清楚 中美戰略是相當危險 華雙鎮 在外交部播出這段影片 很清晰告訴你 美國其實 你做的事 我們很知道 鮑威爾 我對他印象很深 因為他是九十年代 做完這個 分方高層之後 就選了國務卿 其實他也挺傲慢 當時是互聯網時代 開始來了 九十年代 我想是 那個互聯網是吹得很狠 他曾經說一句說話 當互聯網在中國流行起來的時候 他用了一句很不尊敬的說話 因為中國人就會倒閉 他無時無刻都想著中國會倒閉 誰知道中國互聯網 沒有令中國會倒閉 做了一個叫中國互聯網經濟 這是相當印象之深的 但這位鮑威爾現在轉了去 本來是小布殊年代的國務卿 他轉了去支持拜登政府 他這位助手所說 利用新疆去牽制中國 這件真是一個 相當震撼的消息 你可以說他已經退役了 不關你的事 但他透露到那個想法 就是美國對中國整個戰略思想 新疆的位置的重要性 因為其實是一帶一路 出入口來的 新疆本身有石油 是嗎? 是呀 新疆主要是棉花才是他重要的經濟 說起新疆棉 原來新疆在50年代 剛好建國的時候 新疆沒有什麼經濟 雖然新疆是有種棉花 但他很明不足道 差不多佔全國的比例大約1% 因為新疆要發展經濟 人口又少 地方又大 有什麼辦法呢? 就會引入這個 由中央那邊 派一些工程建設 那些開發的隊伍 就可以去新疆 將棉花這個種植 即是現代化一些 科學化一些的種法 就放到新疆 所以新疆現在1% 變成全國的生產量 是差不多九成的 即是說中國對負責真新疆 這個經濟是相當之有效 和有建設性的 亦都因為新疆 都比較依賴這個棉花經濟 所以說 為什麼以前我們就說 美國很希望中國繼續提供 這個三副鞋物 做很多棉房 大家為什麼轉回頭呢? 因為原來打擊你這個 新疆棉花經濟 就等於打擊你這個 新疆的穩定性 那可能會挑起一些 所謂種族矛盾 或者是一些 甚至一些 動聯會再發生都未停 這個是美國的如意算盤 當然 在華春瑩的視頻上 雖然只是很短 幾十秒 但都很清晰美國的想法是怎樣的 我們就不需要折騰在這裡 買不買H&M 買不買Adidas 買不買Puma 其實我們應該要用目深去看 對美國價值 對美國口中所說的等等 所謂民主自由 我們要更加清晰 我們用這些時間去做這些工作 就更加好 你買不買對Puma 買不買對Adidas 買不買對李寧等等 這對整個國家是沒有用的 因為 折騰 亦無謂再被人去那裡笑 看到電視劇多嗎 你見到 阿明傳走出去 叫人罷買 不是這些民族感情 這個時候我再說一次 我們不像美國那麼蠢 在80年代做這些傻事 蠢事 或者極端主義的事 我們中國現在是 不單是經濟科技領先 其實我們文化不開始 慢慢慢慢上 說回這個問題 其實 被中國的反擊 最近 3月24日發表了 2020年美國侵犯人權報告 這個人權報告的內容 沒什麼新意 第二 災情嚴重失控 讓人間悲劈 第二 美式民主失罪 引發政治動亂 第三 種族歧視 惡化少數重慮主境 第四 美國社會持續動盪 威擄公眾安全 第二 踐踏國際規則 造成人道災難等等 這些資訊都比較 大家可以打掃了掃面 都不會再引申 問題是 特點是 中國已經主動出手 還有一個奇怪的現象 我想 那個想法就是 北約都會當中國對手 究竟別人說 北約不是一個地方 一個歐洲的組織呢 如果這個北約的發言人 都開始提出 中國可能成為北約的對手 甚至他們準備說 因為中國是一個 跟他們價值不同的國家 好了 北約伸進來 去到亞洲 去到來反中國 這個看法 奇怪在哪裏呢 說奇怪在哪裏呢 他已經是跨區了 亦都是代表了 拜登的戰略 是 那個 號召西方聯盟 也有些成就 在未來的日子裏 中國也都是 不假辭息 對北約也好 甚至華春瑩在記者會 提到 北約當年 對中國也是有脫債的 這個就是說 馬斯拉夫事館 避債事件等等 氣氛不是很平靜 大家應該要失誤情緒 集中要做正確的事 波不波鞋 買不買衣服 這些折騰的事 這個就不需要再討論 所以 在這裏呢 就說到這裏 我們會支持貿易自由 我們同時也會支持民權 即是我們都做了這個報告 我們到這裏呢 應該到此為止 我們要集中精神 去認識西方 去認識美國 這才是我們的生活